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尽可能成立一个能源管理队伍 去负责具体项目的实施 并邀请高层成员 去领导这个能源管理队伍 负责项目的组织和协调工作 能源政策是一项说明在某建筑物 现在进行能源管理的声明 在制定能源政策和组成能源管理队伍后 需要制定一个能源管理计划 这个计划作为指导能源管理队伍 实行提高能源效益 计划应该包括减低成本和减低能源消耗的目的 透过能源审核 为建筑物过往和现在的能源消耗 进行持续的监测是发挥节能的重要基础 是提高能源效益的关键步骤 根据能源审核的结果 可以制定具体的改时方案 能保证计划有效地和顺利地实行 这个计划应包括一个实行时间表和预算的要求 计划在实行期间 项目的进展情况需要紧密跟进 确保可以在特定的时间内达到预期的接能目标 推行能源管理计划时 必须采用一个由上而下的管理方法 使所有阶层的员工都积极参与 定期回顾能耗数据和已经实施的措施 是能源管理的重要步骤 建筑物能源管理队伍 可以通过更新行动计划 确定最好的用电手则 和制定新的节能目标以得到改进 澳门能源相关技术指引 电动车辆充电设施安全技术指引 为定定安装电动车辆充电设施 应遵守的安全技术条件 平息用于流宇内的停车场 安装电动车辆充电设施 澳门太阳能热水应用实务指南 介绍太阳能热水系统 澳门的建筑物时作参考 澳门公共户外照明设计指引 为规范由公共实体负责建设 和维护的户外照明系统 令到公共户外照明 符合照明、安全、美观的原则 达到节省能源和保护环境的目的 公共部门及机构 節约能源承诺 与内部指引制作建议 推动部门及机构制定有关节能的计划 和运作守则 并透过内部指引进行规范 藉此建立善用能源的文化 补及高效能产品和技术的应用 逐步推行能源使用科学化管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